女大学生为了赚学费辍学出来打工 路上一个陌生女人突然跟她搭话 没有防备心的她将自己的真实情况如实说出 这时女人突然接了一个电话 要帮朋友的工厂招打工妹 小梅一听这不正是自己需要的 她想请女人把这工作介绍给她 可他们是陌生人小梅无法开口 很快到了车站 这里鱼龙混杂还有很多小偷 小梅不幸中招了 孤立无缓地她坐在街头无声哭泣 突然肩膀一沉 是刚刚车上遇到的女人王姐 她亲切地问候让小梅的委屈终于可以发泄 哭着说自己的钱包和手机都被偷了 现在无处可去 王姐同情她的遭遇主动请她吃面 小梅觉得王姐不是坏人 主动请婴要去她朋友工厂上班 王姐有些犹豫 说那份工作很累 年轻人可能吃不了这个苦 小梅一听有希望 立马表示自己能吃苦耐劳 什么活她都可以做 只要有个能收留她的地方就行了 话已至此王姐才点头答应 吃完面后王姐就带着她 去了一个十分偏僻的小房子 一个名叫刘哥的男人等候已久 她热情地招待了他们 还送上了解渴的茶水 王姐解释一会儿 她那个工厂朋友就会过来 让小梅好好表现 小梅毫无防备端起茶水喝了起来 结果没多久她就感觉头晕脑胀 这时王姐说要是累了就先去休息一下 小梅没有怀疑听话地去睡了 不知睡了多久 她被一阵吵闹声吵醒 这时她才发现自己遇到人贩子 她信任的王姐正准备 把她卖给一个老男 小梅恨自己太傻 居然现在才发现自己掉进了脑窝 气氛间碰到了一根东西 王姐他们立马进房间看她 尽管小梅装作刚睡醒的样子 他们仍然不放心 再次端出茶水给她喝 小梅本想拒绝 可面对三只虎视眈眈的狼 她只能硬着头皮喝 突然她集中生智 说自己还有几个同学就住在附近 家里非常困难 也需要出来打工挣钱 三人一对式答应了下来 王姐陪着小梅去找她同学 俩人上了一辆拉克的破三轮 半路上来一个贼眉鼠眼的老男人 她的眼睛一直盯着王姐 还一直找话搭讪 王姐不理她 男人就找上了小梅 说自己手机坏了让她帮忙看看 小梅倒过了一会儿还了回去 还说想找媳妇别盯着王姐她可以帮忙 当天他们没有赶到同学家 在镇上住了一晚 王姐突然说起村里出个大学生不容易吧 谈到这个话题小梅有些伤感 其实她是第二个 之前也有个姑娘考上了 但在去上学的路上失踪了再也没回来 王姐突然沉默了 次日他们到达了同学家的门口 王姐拦住了小梅 说那个工作又脏又累让她别去 但王姐的良知醒悟得太晚了 同学家人已经开了门邀请他们进屋 然后为他们奉上两碗茶水 随后转身把门锁住 她竟然和车上的那个老男人失忆 他们开锁进屋 王姐已经倒在桌上不省人事 而小梅已经逃之夭夭 他们没有再追只有一个也好 此时外面乌云压成雷声阵阵 小梅用尽全力奔跑 为自己争取自由 原来她早就车上 和老男人达成了交易 聪明的她借助老男人的邪念 成功逃脱 还顺手坑了拐卖她的王姐 王姐也算是自食恶果 但其实她就是小梅口中村里的 第一个大学生 她不幸在上学路上遭到了拐卖 后来被迫当上人贩子 在了解小梅身世后 她欣然想放她离开 却没想到被反将了一绝 远世间再也人口买卖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